娱乐转圈圈 难道有什么情况吗 不过两个人当时在左耳这一部电影里面 感情线发展的确实非常的虐心 最后没能在一起 也让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 有一些太遗憾了 两个人的颜值都非常的高 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 也有很多的代表作品 如果真的有恋情发生的话 很多的网友表示也会祝福他们的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最近杨阳正在和赵路斯一起 合作拍摄新的古装电视剧 且是天下 这一部电视剧的提案 在最开始就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毕竟这是杨阳久违的回归娱乐圈 作为大男主拍摄的古装电视剧 这一部电视剧的剧本本身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 原著粉丝有很多 再加上和赵路斯的合作 两个人组成的CP也确实是娱乐圈里面 非常新鲜的一对CP了 不知道这一部电视剧 会在什么时候拍摄完成 上线与我们见面 不过最近有很多的网友 曝光出来了这一部电视剧的 拍摄路透照片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部电视剧的普华道 还是相当到位的 期待这一部电视剧的 正式上线吧 而这两年的杨阳 在娱乐圈里面的作品 并不是特别的多 她在大家的心目中 一直是非常纯洁 阳光学长的类型 而在左耳朵一部电影里面 她颠覆了之前的造型 在前半段 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大男生 造型在最后面的黑化 让很多的网友 表示真的是太喜欢杨阳这种 在角色上面的转变了 陈都灵和杨阳 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合作 是两个人的首次合作 在这之后 两个人似乎在娱乐圈里面 没有任何的新作品了 杨阳最近这一段时间 也在转型十里演员 和迪丽热巴一起 合作拍摄的电视剧 《你是我的荣耀》 也即将在六月街道 长歌行上线 很多的网友 都是十分的期待呢 作为南京航天 航空大学的学霸 陈都灵作为演员 出道之后 也在学业上面 没有继续发展了 大学毕业之后 专心留在了娱乐圈里面 作为一名演员 可是没有受到比较科班的演技训练 她的演技是很多网友怀疑 并且质疑的一个点 最近这一段时间 有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 她似乎在娱乐圈里面的人 设有换了 转型成为白富美人设 不知道这一条路又要走多久呢 而设一个人设 也是陈都灵 在娱乐圈里面的 DN加一个路线了 妹妹还是好好地提高一下 自己的演技 这样才能在娱乐圈里面 能够长久地立足呀 这一次被拍到两个人 一起约会的画面 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 如果两个人 有恋情发生的话 那也会是祝福的 你怎么看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